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的灵修啊,从今天开始进入到列王纪了 列王纪上和下呢,在原文圣经其实是一卷书 记载了从大卫晚年开始,一直到耶路撒冷沦陷 其中其实有四百多年的历史 那么这四百多年历史里面,记载在这两卷书 或者原文的一卷书里面,的确是非常选择性的记载 那么当中有很精彩的历史典故 当中也有好多政治上的斗争记录 军事上的胜败的记录等等 那当然,读列王纪呢,我们肯定是读历史书 这是旧约圣经历史书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这四百多年的历史,的确可以看见以色列王朝的种种改变 但是呢,这一卷历史书呢,却是记载在圣经正典里面的 换句话说,这四百多年的历史啊,不只是以色列人的历史 也是神国度的历史哦 或者我们用另外一个名称来说,这是神的救恩历史的一部分 在那个时间,神怎么样的拯救他的百姓 所以呢,我们读历史书呢,应该有两个层面去了解了 一个就是这些历史事件在当时所构成的影响 前言后语,这些事件的什么布局等等 这是历史书嘛 不过呢,看完了这些历史之后 对我们每一位从事灵修生活的人而言呢 也应该想一想 在神的救恩历史里面 这些记载,为什么会记载下来呢? 四百多年为什么只记载留在圣经这么多的事实呢? 假如我们用一点点历史的常识都知道了 四百多年可以写厚厚的好多本书嘛 为什么这个圣经只留下这样的记录呢? 那当然这牵涉到写作者的历史观 但是除了人为作者之外呢 圣经其实还有一位 那就是神为作者啊,圣灵末世的 这样的角度看啊 那我们就可以尝试 既然这是神救恩历史的一部分 那神在这么漫长的救恩历史里面 是不是也有一些事件或者真理 可以从当中彼此呼应的 好了,那我们就可以从经文之中 一起去揣摩这个阅读历史书的重要原则 好,今天呢,我们是第一次来阅读和灵修猎王纪 我们要从第一章第一到三十一节 经文呢,我们不能读出来了 不然太长了 不过这段经文主要记载了两件重要的事件 第一件,那就是一开始就讲到 大魏王联系老迈了 哇,老迈到一个地步啊 睡觉都不会暖了 联系大的人的确啊 体温没有办法提升嘛 今天呢,我们可以用各种方法了 这个用一个加热的电毯 用一个加热的暖气等等 不过当年呢 大魏王的仆人们想出一个办法 那就是既然他身体发冷 那就找一个处女 跟他一起睡 那这个处女的体温呢 就帮助大魏王的睡眠了嘛 那圣经就记载 找了一个这样的女子 不过圣经在这里也特别写了一句话 大魏没有与这女子亲近 意思就是 这位女子真的就是提供体温了 他们两者没有任何性行为的意思了 为什么要一开始讲这个呢 其实是为后面埋下伏笔的 到时候我们就会回想这件事 不过一位国王连纪老迈 每个人都会想到了 那就是继位的问题了 老国王连纪老迈 血气已经衰老了 很可能就会安息主怀了嘛 那谁继任呢 这个就是一个王位继承的问题 《猎王记》一开始就记载了 大魏其中一个儿子 亚多里亚 哇 蠢蠢欲动啊 假如我们对大魏王朝的历史 有一点点了解 一定记得 大魏王朝在早期的时候 大魏曾经有一个儿子 亚沙龙 也很想篡位的啊 不过这个篡位行动开始了之后 大魏逃亡 但是最后这个的变乱了 还是平定了 现在大魏另外一个儿子 亚多里亚 哦 又有这个想法了 看到爸爸连纪老迈 于是呢 他就有一些积极的行动 想夺取或者继任这个王位 于是他就邀请了 当时重要的人物 一起吃饭 准备啊 共谋大计啊 于是呢 就一举这个接任他父亲 继续做国王 不过呢 这件事情啊 不知道为什么 风声走漏了 于是 先知拿丹 知道了这件事 那拿丹呢 就赶快去跟 大魏的皇后 拔是吧 啊 来说 哇 你的儿子所罗门啊 是大魏心目中 要他接任的人 不过呢 现在另外一个儿子 亚多里亚 已经蠢蠢欲动了 哇 现在呢 他已经开始组织 未来的国会了 哇 在那边开会了 吃饭了 共商大计 准备要接任了 这一派是要接任的 这个作为呢 你假如不采取行动 这件事 就会演变到 不可收拾了 拔是吧 一听拿丹先知的这一番话 他就说 那我应该怎么办呢 拿丹先知就告诉他 你赶快去见国王 告诉他 应该由 所罗门王接位 这是大魏王过去的心意 当你这样去跟国王见面的时候呢 我也随后到跟国王证实 这个亚多里亚的谋反的计划 于是就照这个计划进行了 大魏王这么一听啊 就决定要赶快让所罗门王上任了 于是这件事情就因此而平静 当然亚多尼亚那一边啊 也听到这个风声啊 大家就一哄而散啊 因为知道新的国王已经就位了 哦 这个政治斗争的确是非常引人入胜是吗 但是这段经文啊 给我们看见的啊 当然是一个当时君王权柄 继承和承接的问题了 但是从救恩历史来看 我们更应该这样想哦 那就是大魏王朝不是随随便便成立的 大魏王朝还记得吗 大魏是在扫罗王还在做王的时候 撒姆尔高立大魏 做国王的 经过种种的变动了 最后大魏做王 换句话说 大魏王朝是神的心意设立的 那当然大魏王朝的继任者 也要符合神的心意啊 而所罗门正式被拣选的那一位 现在有人的意思 亚多里亚希望夺取军权啊 这里面不只是看到政治斗争 就按历史的角度看 这里有两个国的征战 一个就是神的国 以所罗门作为代表 一个呢就是人的国 以亚多尼亚作为代表 人的国有时候要想超越神的国 但是神的国一定会按照神的旨意出现的 这一点给我们所有今天跟随神的人 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我们到底要寻求神的国 还是要建立人的国呢 愿主透过这段经文提醒我们 我们应该先求祂的国和祂的义 平安 我们下期见